投資股票到現在應該有八年 那當時為什麼會投資股票呢 是因為之前那個老闆 他的司機是做股票跟做期貨的 司機在做股票跟期貨 對... 然後賺很多錢 因為他是馬來西亞人 可以賺這麼多錢 我們也不知道 自己玩這麼大 對 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是因為常常看他 送老闆到公司以後 那個電話沒有停過的 一直在講電話 然後講的都是數字 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有的時候口氣很不好 或者是怎麼樣 那有一次我們就在公司門口 就抽菸 就問他 我說你到底在幹嘛 你怎麼那麼兇 沒有啦 就剛剛有一檔股票 沒有人買什麼... 我說什麼意思 我說你在做股票 你不是做老闆司機 怎麼會做股票 他說趙哥你不懂 所有人賺錢都靠我 我說什麼意思 他有一個群組裡面 七八十個人都在做股票 都是聽他發號司令 我說股票有這麼好做嗎 對 他其實就是 但是當時八年前做 是不是你老闆很會做股票 老闆根本就不是做股票的 是那個司機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 因為我聽說 李嘉誠司機也做滿大的 差不多意思 所以當時他就跟我講說 這樣子啦 你加入我這裡 我不給你收錢 類似像什麼股 有時候要收什麼費用 不用 你如果跟著我 你放心 一個月我就讓你 最少賺多少錢 那剛好那時候 我身上已經有第一桶金了 身上閒錢放著 八年前說實在 那時候利率不高 大概銀行的利率 大概兩趴吧 大概 所以我心裡想 對啊 放在那邊定存 不高 玩玩股票 我又沒玩過 試試看嘛 就走一波 然後我就真的去申請 反正很快 然後就真的有聽他講 什麼時候進 什麼時候出 我那時候完全跟傻子一樣 買什麼股 就買什麼股 我完全那個股票也不了解 然後有沒有賺錢 有 不多 真的不多 但是當時戲面也就在想 我這個人是有自主能力的人 我為什麼要聽你講 這個時候要進 那個時候要出 你說要進的時候 我晚一點進不行嗎 搞不好可以遇到最低點 你說要出的時候 我晚一天出 我搞不好還可以遇到 更高點 我幹嘛這個時候要出 所以大概跟他玩了一個多月 我就不玩了 我就退那個群組 因為他有時候在裡面罵人 為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退 退了以後 你想自己試試看 對 我心裡想 大概就是這樣 股票會很難嗎 你只要有錢 什麼股你都買得起 你只要沒錢 什麼股你就看著辦 聽起來也是很有道理 沒錯 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心裡想 我那一桶金也賺了不少 所以那時候我最開始先買 就是買面板股 那真的會死 我當時買的時候 是十塊 我心裡想 一張才一萬塊 很燙 我買五十張 我就大戶了 當時心裡面這樣想 你知道 他就下去 可是你知道 有的時候在盤衝的時候 就直接下來 我心裡想 現在才十點多 買進去 那不到十點半 馬上跌下來 這什麼意思 你知道 所以那當時 在買這個面板股的時候 我就賠了不少 我那時候不明白說 這麼少的這個股本 怎麼可能會讓我 跌得那麼低 後來稍微上網 搜尋一下說 他不只 不只面板股的友達 還有一個什麼 群創 對 你沒有賠很多 你十塊買 九塊出 賠了一成 還是賠 不是 你買多的時候 那個錢 都是我們自己 辛辛苦苦 流血流汗 入癮的錢 心情不好 可是股票本來就會 整個上上下下 我講的是八年前的事情 所以當時的時候 在做投資股票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說 我想要買股票 那種很便宜的 一萬塊 兩萬塊 就可以買 然後我買下去 越買越便宜 然後搞不好 還可以參加股東大會 我還可以講話很大聲 對不對 因為我買股很多 你知道嗎 可是沒有想到 每次進的時候 都不到兩天三天 就隨著這個 股價的這樣子 跌的時候 就全部出 所以我永遠 所以一跌你就出 你沒想說我在家 我看好它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 剛開始買的時候 現在這樣想一想 我永遠都是 買在最高點 賣在最低點 像極的愛情 真的 真的 就你剛剛講 你看到高點 你就想買啊 想要欺負 你知道我這八年來賠多少 當然沒有 各位老師賠得多 或者是三位老師賺得多 我這八年下來 也快 快兩百 兩百 那你最多賺多少 如果要真要講講 賺最多的話 還是中育跟浩鼎 當時說他們有開發 研究做一些什麼 乳癌的心藥 還是什麼的 這個 尤其中育讓我賺最多 三年前的中育 我如果記得沒錯 是110 賣的時候130 我跟我老婆是個別投資 因為我老婆不相信我 她說我買股票都賠 那她個別買的時候 我們兩個夫妻 兩個人的股票 那個時候 將近賺了七十幾萬 短短大概一個半月吧 我唯一有賺錢的 就是中育跟浩鼎 中育跟浩鼎 可是你就是 你一抱不抱抱 最長是多久 我不好意思 我這個個性很急 頂了天最多兩個禮拜 如果沒探集 我得要早 最多兩個禮拜 沒有辦法 我這都是快進快出的 我不喜歡什麼 我有很多閒錢 所以我放了什麼 一年兩年 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要放一年兩年 我當時應該買台灣五十 或者是什麼 台灣的關股 什麼中鋼 或中華電 雖然它起得慢 但是慢慢放可以 我就不要這種慢的 我就喜歡快很準 如果放久一點 可以賺多一點 這樣不好嗎 你講的是重點 問題我的個性極 我就不喜歡那種 慢慢賺 我喜歡這個禮拜 比如說今天放一塊 下個禮拜賺五塊 再下個禮拜賺八塊 OK啊 我要的是這種 這個有這麼很留意的事情嗎 算高利貸一樣 對不對 放高利貸 對 今天放出去 錢馬上 下個禮拜 不收回來 斷你手腳 有這種感覺 但是股票真的很難 每次這樣搞 搞得氣死我 所以有時候 我買股票的時候 今天股票有漲 哇 開心 大家吃飯 我擠客 如果今天如果賠的話 我走在路上 大熱天 感覺是六月雪 你知道嗎 你完全是反映 我們某一些散戶的心聲 我看一下你的有個投資心 趙哥自己獨創的 無一夢湯來投資的方法 基本上我真的是看心情 真的第六感 為什麼 因為應該這樣講 你說這幾年 我玩股票只是憑個血氣 那就有點好笑 我基本上我玩股票 我還是會研究 尤其我開始投資的時候 我會買一些書來看 真的有買一些股票的書來看 可是買一些股票的書 真的看不懂 後來乾脆怎麼樣 我就看友台的 錢線百分百 他那個講得有的時候 比較準你知道嗎 我感覺他有在暗示我 那是內線 不...那是消息片 可能是不是 可能是不是可以買 然後第二天醒來的時候 反正現在股票APP 刷一下 看一看 我就憑我的第六感 買 就買了 盤中買 買進 哪來得這麼強的第六感 所以我到現在都賠嘛 你在講什麼 不是說我都賠嗎 賠都快兩百八年 八年賠兩百算小咖 可是很多散戶都像我這種 像那種菜籃族媽媽族 八年的這種 買菜錢停下來 這樣賠也受不了 這兩百萬買個好一點的 那個金寶山的塔位 應該是買很高的塔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買 買股票真的是看心情 然後有的時候看一下名字 這個名字感覺還不錯 第六感 就是第六感 覺得這個公司名字 取得還滿好的 紅海 賺到你八八八 紅海我也買 也是賠 紅海最好的時候 我認為它很好 買的時候 也是疊下去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趙哥真的沒有人聽過 今天買 他就一定會賺錢的 有啊 忠祉我們就這樣 我不講了嗎 忠祉 浩鼎 我們就看它每天長 開心到不行 問題是來的 我那個忠祉跟浩鼎是消息面來的 是朋友講的 我們就相信 可是朋友有個問題 每次都講什麼時候進 從來不告訴你說什麼時候要出 會賣股票才是真師傅 對啊 所以每次有的時候股票 什麼時候賣的時候 沒有講的時候 心裡面就很忐忑 超忐忑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買股票 真的 我希望 不要說賺十幾萬 你看你多少的投資的金額 賺一成就好了 我現在也比較保守 看一聲就好 所以今天這是趙哥介紹 他的這個警示文 用這個方法買會賠兩百多萬 大家在英文節 八年八年 不是現在 八年會賠兩百多萬 賠三百多萬 你怎麼看 他這樣適合繼續投資台股嗎 我想 他剛剛說有台節目 那慶龍也常常在上這個節目 因為為什麼 投資股票就是讓專業的來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 需要專業的一個東西 就像演戲一樣 也是您的專業 不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我想要說 這樣的方式 我常會跟他講 不如去澳門賭一把比較爽快 真的 我說如果 你這什麼牽液 你先追加區 他會賠兩百多 你就要去澳門 如果今天還是繼續 帶這樣的投資方法 其實他忙無目的 那這樣子的想法 其實就我來講 跟賭場 跟進賭場 已經沒有差別了 因為你並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漲 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跌 我只說 為什麼要去賭場 意思是說 如果你忙無目的 沒有專業 那你玩股票 就等於是進賭場 其實 就八年兩百多萬 得到這個心得 去澳門兩天就可以了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其實趙哥還是有救的 是嗎 真的 真的有救 你不要再害我了 真的 再搞下去快離婚了 我跟你講 股票再玩下去 我就快離婚了 就是這怎麼樣 你只要調整一下心態 比如說 比如說你以後 你想要買哪一檔的股票的時候 你就賣它 你想要賣哪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就買它 倒過來走 倒過來 搞不好你八年可以賺兩百萬 是喔 欸 感覺你也很有道理喔 欸 你不要相信你 我跟你信啦 哪有最好事啦 小二是這樣啦